要不要来我家做饭给你吃 事后的意图是 要不要来我家做饭给你吃 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 玄技酒店 巴巴巴人间的事 大家都看了吧 就离谱啊 玄技酒店的事 全罗闯入者对女生说 你装什么装啊 你把门开着不就是让人来玩的吗 阿里设施高管接二言三方 说什么 深夜四次到女生房间是看她喝醉了 对下属的关心 后来又声称 一切都是女方主动的 还有传言说 这货去字节跳动应聘了 心真大呀 您就先别急着找工作了 您的结局请参考上个月某IDOL前辈 今天不去考究事件的判罚 想和大家聊一聊 性同意这个话题 其实什么是性同意 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甚至在夫妻和情侣间 也需要有这个概念 当遇到没有清晰性同意概念的异性 你该如何表达 你不想 不给对方半退半就的机会 拳击酒店的被害者 房间未锁门 男子全罗闯入 评论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啊 这博主板上睡觉不锁门吗 门关好了会出这种事吗 你应该对自己的长相有信心 正常男人都下不去手 咱先不说拳击酒店的房门 是不是不好一次性关上 就算不关门 这也不是犯罪的理由啊 拜拜的人间 早期视频流传出来 喝了人家的奶茶就表示性同意 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后来官方也否认 但这种案件并不少见 有个很有名的你们可能听过 1992年威尔森案 威尔森在背心情前 要求对方戴上安全套 结果是法官认为 你让男生戴上安全套 等于你性同意 What 不 就是不 性同意是在完全没有压力 和胁迫的清醒状态下的 自由选择 是所有参与者之间的 明确的 自愿的 信心为协议 即便你们是夫妻情侣 也需要性同意 不少国家对于婚内强奸 是否构成犯罪 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 Tony和Lily一起用餐 在Tony的敞篷车上热情接吻 Tony提出 要不要上去坐坐 Lily答应了 进入屋后 Tony在Lily语言明确表达 拒绝的情况下 依然与Lily发生了关系 并且Tony并未实施强烈的暴力 问 Tony是强奸吗 这其实是1991年的真实案件 这Tony就是拳王泰森 Lily是学妹小姐华盛顿 最终泰森被定罪 判处监禁 6年 我和朋友在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都收到过 晚上去屋里坐坐的邀请 但邀请方是喜欢的人 邪 去家里 后面还有个后缀 比如 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我给你做饭吃 妹子呢 只会把重点放在 做饭吃 为了曾经相处 单纯的以为 真的只是坐坐 真的只是一起看电视 可事实证明 听到的是 要不要来我家 做饭给你吃 事后的意图是 要不要来我家 做饭给你吃 当然啦 这个表达有很多可能性 但柔仔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当这种邀请 发生在双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 甚至你们是第一次见面 有风险 约会如何避雷 当遇到没有清晰 性同意概念的异性 如何表达 不要 不给对方半退半就的机会 首先出现以下情况的异性 你要提高自我警觉 一 刚认识 去强烈表达对你的好感 非你不可 要对你负责 二 刚开始接触 就时不时的把话题引到性上 甚至打着艺术的幌子 高举着西方观念的大旗 给你唱高调 讲什么 开放两性关系啊 这种啊 直接拉黑 不要听他放屁 懂 三 刚认识 甚至只是聊了微信 就邀请你去家里 巴拉巴拉巴拉 当对方是你有好感 但不够了解的人 没有到可以做一些 私密事情的程度 可以选择公共场所约会 先增进了解 当然啊 单独约会 经常有送回家的情况 这时候 如果对方深夜 邀请你上去坐坐 或者以各种理由 要进入你的房间 最好明确表达 太晚了 不太方便 或者改天再约 而且表达拒绝最好的场所 就是公众场合 如果是刚认识的人 就更不能再进入私密空间 再表达拒绝 我们得承认 性别上天生的差异 但是我觉得 自我保护的一个通用公式是 当别人给予你的 大于你能给予对方的 你就要反思 这段关系中 你能否保持自我 关于性同意 男生女生想了解的 会有差异也正常 有研究表明啊 在两性关系中 女生会为了双方的愉悦 做一些妥协和退让 女孩子最好对当下的关系 可以有什么进展 有一个清楚的判断 以及明确的做出表达 也有男生困惑来问我 如果喜欢的女生 害羞不善表达 怎么确认她是同意 还是不同意呢 我认为啊 如果感觉和气氛到了 男生温柔的问 可以吗 很多女孩子 会觉得这是破坏气氛 反而觉得温柔有教养 妹子们可以接受 这种方式的弹幕上扣 可以 马上七夕节就到啦 大家在快乐过七夕的同时 要保护好自己哦 毕竟每个月14号 都是情人节呀 这个情人节不行 下个月再过呗 至于那些知法犯法的禽兽 相信会有公正的法律 让他们受到应有的制裁 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